好,那製作這個火焰效果呢 因為我是用一張圖片去做 所以先讓我匯入一張圖片 好,那這張圖片呢 就是我們的Mexon的Logo 我把它加進來 好,那這邊呢 我會很清楚的去分出我火焰要怎麼製作 第一個我會先做這個圖片的被燃燒的感覺 它從沒有然後被燃燒到出現 然後開始有一種亂術跑動的效果 OK,這邊呢我就會用分型雜射的遮罩去做 好,我一樣新增一個固態塗層 然後呢,我到Effect裡面的Noise 我們加入一個分型雜射 Feature Noise OK,透過這個東西呢 我去遮我的這個文字 就會有剛剛這個燃燒的效果 好,那這邊呢我要調整的就是它的雜射的樣子 OK,我調整有點像這個 動力學的這種模擬的TWICE的效果 好,那我要讓它去飄動跑動呢 我可以透過這個 去讓它做跑動 好,那這裡呢我蠻常會去用到這個AE的表達式 那如果你要開啟AE的這個表達式的話 你可以按住Auto 再按住前面的這個我們設定的關鍵格 它呢就會幫你跳出這個AE的表達式 OK,那如果你要直接去做這個影格的設定 也是沒有問題的 都OK 好,那因為我要讓它飄動嘛 所以我要讓它的時間的往後走 就打Time 然後呢,我要讓它多久 我就乘以 比如說時間乘以20 好,跑動看一下 好,看起來太慢了 我讓它乘以70好了 有了,好,這樣就有效果了 好,那我想要讓它的邊緣呢 稍微銳利一點 我就到Contrast 對比嘛 我對比加強 好,這樣子我們就完成了一個 這個火焰燃燒的感覺 文字啦 圖片,圖片 那我們就用這個 Luma 的遮罩去遮我的這個 看起來好像還不是很明顯 那我就再把對比加高 然後呢,亮度的地方呢,少一點 OK,好,這樣一個 文字的這個燃燒的效果呢 就出來了 好,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利用這個 我們做好的分型雜測 去製作粒子效果 我們就可以很吻合的 讓燃燒的粒子呢 堆疊在我的這個 這個黑色的這個地方 OK,那我先把它 這個愈合成一下 以防我的檔案亂掉 我框起來嘛 右鍵 愈合成 好,讓大家看一下 預合成,OK 那這個是我們的文字 效果 好,那再來呢 我就要去製作我的第一層粒子 好,第一層粒子是什麼 我會用這個 火焰好了 我們就直接先來做火焰 好,一樣呢 我們丟入一個Logo 我們用這個Logo 當粒子發射器的東西 好,右鍵 New Solid 一樣,我們粒子要放在固態圖層上 好,接下來呢 跟剛剛步驟一樣 Effect Trapcode 然後Particular 好,那等一下呢 我們會在 這個粒子的發射樣式裡面呢 我們去選擇這張圖片 它就會依照這張圖片呢 去做粒子發射的效果 好,我們點開這個Design 好,我們先選到這個Emitter Type 好,我們到這個Emitter Type裡面呢 我們選擇 好,這邊就有一個Layer 好,如果你是3D模型的話 你可以選這個 OK,那這裡因為我們是用圖片的圖層 我們就選Layer 好,那選了之後呢 你要讓它指定你的Layer是哪一個 好,所以下面呢 會有一個Layer Emitter 你可以去選 好,在Layer的這個選項呢 好,有沒有 它就出現了 Logo PNG 它就是在我們的這個圖層 這個地方 Layer PNG 好,我選這個 告訴你說 可是它要是3D的圖層 那怎麼辦 在這個裡面呢 我們只要把這個方塊 視為它是3D圖層 點選起來就好了 我們把它點選 Emitter Type Layer 然後Layer裡面的Logo OK,這樣就有了 這樣子呢 我的這張圖片的有顏色的地方呢 它就會被我當成是發射器 那如果你要用別的Logo 也都沒有問題 文字也都OK 那但記得你要是 PNG的 背景要是黑的 這樣它才會視為 這個地方是你的發射器 不然你的整張圖片都會是它的發射器 好,我們的Emitter Type選完之後呢 我們來選一下它的粒子數量好了 現在看起來太少了 我們到這個粒子的數量裡面 先暫停 粒子數呢 我給它5000好了 看一下 OK,5000看起來可以 好,那再來呢 我們選一下它的發射器的 這個...發射的方式好了 好,發射方式呢 其實我們不用太去改變 我們只要改變它的這個 好,就是發射的生命週期 好,在這個選項的裡面呢 我們可以直接點到Preset 裡面有很多 我們剛剛看到的這種曲線給你選嘛 好,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去選 但我們還有這種曲線 讓大家可以去選 所以我們就點到Motion 然後把它的Preset改成這個 山形的 我們來看一下 它會一開始是消失的慢慢出現 然後慢慢的再消失 OK,好 那再來呢 我們就去改一下它的粒子的這個... 樣式是什麼 好,火焰嘛 火焰的話呢 我應該要讓它的... 這個...球可能再大一點點 OK,粒子樣式的球 所以我們這裡... 沒錯,選到球體 好,這裡的生命週期呢 我把它改長一點好了 OK,好 那...再來我去改它的大小嘛 跟我們的旋轉 Size 跟 Rotation 好,那這邊呢 一樣習慣看到這種... 生命週期的曲線圖呢 我們都會直接選這個 因為它比較有運動感 OK,這樣子選 好,Size呢 預設是5嘛 我給它大一點點 12 好,我們就先暫時用這樣好 等一下來看看這個效果如何 好,再來是我們的透明度嘛 好,一樣 我們就直接選這個 好,讓它的透明度有一個... 運動效果的感覺 好,那顏色呢 這裡我們就不動了 因為它會照著我們這個圖片的顏色 去做... 這個上色的動作 好,接下來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 這個模擬效果 火焰的感覺 我們直接來到Emitter這個地方 好,在這個Emitter的選項呢 如果我們用預設的東西去選 我們可以改變它的 風力跟重力 還有湍流 跟湍流的控制 OK,其實最主要就是 風力跟湍流的控制 還有重力這三個 我們就可以做出我們想要的效果 好,那這邊呢 我把這個Y的風力呢 改成-300 它呢就會 幫我往上這樣飄 好,那你覺得速度不夠 我就-500 OK 好,那我想要增加一點 它火焰這種燃燒飄的效果 我就到這個 Air Turbulence 空氣中的湍流你要怎麼去做 好,在這個 效果移動呢 我們把它改成150 它就會有一種火焰燃燒往外的這種感覺 好,那現在看起來這個效果還不錯 那後面的我這兩個就不用加了 因為我覺得加了會導致我的運算會更複雜 好,那現在看起來是我的粒子的大小 有點小嘛 我們再把它調大一點 Size 裡面的Size 20看看 OK,好,這樣看起來有了 好,那這裡我們就點Apply 同意 好,那在這一個地方呢 我們先把我們的Logo PNG給遮掉 好,我們播放一下 好,應該是我們把它隱藏啦 隱藏 OK,好,那現在呢 我們就用剛剛我們做好的這個分型雜測 我們去做這個粒子的遮罩 好,來試試看效果 OK,我們進到這裡 我們把這個 分型雜測複製起來 然後貼到這個地方 好,我們看一下 分型雜測 OK,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用這個粒子層呢 我們去遮它 好,那現在呢 我們可以稍微來調一下 我們分型雜測這個東西 亮度呢 讓它亮一點好了 對比呢 再加高一點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這個 煙霧的效果 OK,那一樣呢 我先把這些 這三個做愈合成 這個是 燕 好,一樣呢 那我把這個Logo加進來 好,然後呢 我選擇 New 然後 Solid OK 好,我加入一個 Tripcode Particular 好,那煙霧呢 它的粒子量就要非常的多 而且顆粒要細 它才會像這個 煙霧的效果跟感覺 好,一樣我們點開這個Design 好,那這邊調的東西呢 就跟我們剛剛調的蠻像的 好,第一個我們就是調它的 Emitter Type 好,粒子數量要多嘛 好,以及我要先把它選到 是我們的這個Logo的樣子 OK 在Emitter Type Layer 然後Layer裡面是 好,那剛剛呢 我好像忘記了勾這個3D 所以你看它跑出了這一個 我們要先勾3D 再回來選Layer 然後Logo 好,我們稍微調一下它的粒子數 它有很多嘛 那我們就給它一個1萬好了 好,這個Motion呢 一樣我們就直接調這裡 讓它呈現三型的 好,我們很快的來調一下 這個粒子的樣式 然後生命呢可能不能太長 就先給它2秒 然後餘化就是100 來看一下 好,那一樣我們的Size Over Life呢 我們就調成三型 好,我們先很快的調下一個 一樣就是三型嘛 好,顏色呢 我們就不去動它 OK,因為它一樣會照著我們的圖片去給顏色 好,再來就是一樣很重要的我們的Physical 我們的環境的因素要給這個火焰的效果 好,火焰嘛 跟我們的這個 煙霧跟我們的火焰其實蠻像的 就是往上 所以一樣是負的 給它負300 好,然後呢我們再給它一些亂流 100 好,那後面呢我們可以再加一些其他的 比如說我在這個Simulate裡面呢 OK,這邊都可以加 那下面呢我再加一個 我看起來好像都不太適合 這個看看 這個好像可以 好,加一個這個好了 好,那例子數呢 我們再多加一點好了 看起來好像還不夠 給它個2萬 好,再讓它大顆一點看看 15 那我們點同意 好,一樣呢 我們要把這個原本的LOGO的 這個隱藏起來 OK,那這邊看起來有點混在一起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它的MODE 看你是要用疊加的嗎 OK,它的混合模式呢 我們可以自己在後製的時候 再去做挑選 好,那這邊呢我先 幫它加一個一樣是分型雜色的遮罩 那這邊呢我就不用原本的 因為它看起來會全部都是 同一個方向跟同一層 所以我再直接快速的做一個新的 加入一個固態塗層 然後呢 Effect Noise 分型雜色 OK,那這邊呢 我一樣先給它一個 跑動的感覺 Tine乘以快一點好了 150 然後呢我想要讓它往上動的感覺 在我們的Transform裡面 應該會有一個Offset Turbulence 好,有了 就是這個往上動 好,稍微看一下 往上動 然後裡面會有湍流在亂跑 好,我把這個遮罩呢 放到它的這個下面 去遮它看看 OK,這樣子呢就可以做到另外一種 煙霧的這個效果 OK,那最後呢 我們來做的就是 在燃燒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有 這個 一些 類似像小火星子的東西跑出來 那它會尾巴有一小段殘癮 就很像仙女棒那種感覺 好,一樣我先把它進行癒合成 整理一下 這個是 燃烤 好,我呢一樣新增一個固態圖層 然後呢用原本的這個Logo 好,那這次記得我們先把這個Logo的3D 好,這個旋徑這樣勾起來 好,我們針對這個新增的固態圖層呢 加入一個 TripCode 然後 Particular 好,那我就一樣打開了這個Design 好,那如果是這種小火星子呢 它一定是顆粒很明顯 尾巴有一個殘癮 然後它會有點小發亮 就是像雨化的感覺 然後速度非常的快 在那邊亂跑 好,所以一樣我們先到EmitterType呢 這裡的 選Layer 然後同樣的東西 Png 這個Logo 好,那一樣看到這個曲線圖呢 我就先選這個 好,那粒子數呢 現在太多了 我把它降低一點 我們選到EmitterType裡面的 Particles Second這個 好,50看起來蠻剛好 好,那我們到它的Size呢 Size我們要稍微大一點 好,10好了 我們用10 Size的大小一樣 選擇三型 OK,有點像小螢火蟲的感覺 好,透明度一樣 我選三型 顏色呢 我就一樣不選 好,接下來我們直接很快進到 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環境因素 亂飄亂動的感覺 所以我把我的Window呢 先設定 步步擺看看 OK,看起來有一點效果 好,那我要讓它很激烈的亂串呢 這個嘛 湯流 60 這樣有點效果 OK,好 那現在呢 我做好了這個火星值的第一層 OK,那我們透過剛剛我們說的 其實粒子可以做疊加的嘛 我們利用這個疊加的效果呢 我們去做它這個殘飲的這個效果 好,疊加的話呢 我們只要在左下角這個地方 好,System這裡 我們按這個加號 它就會幫我在主要的這個 第一層呢 再幫我加上這個System2 就是粒子系統2 好,那這個粒子系統2裡面的東西呢 可以做的就不多了 等於說它把我們剛剛後面的這些 運動的東西全部都拿掉了 我們要調的東西就很簡單 其實跟剛剛是一樣的 好,那第二層開始呢 會有一個很特殊的選項 這個選項是你可以跟隨 你這個主粒子的發射 來去跟隨它做粒子的發射 等於說呢 我剛剛所有你看到的這個小點 紅色的小點 我都可以把它每一個當作一個發射器 去做粒子的發射 這個就是它一個很 塗層厲害的地方 OK,我們可以到我們的 Emitter Type這裡選 最後一個 好,這個粒子發射呢 我們要跟隨上一個塗層的 點它 好,那你就會看到 我每發射出一個粒子 它就會 第二層就會把它當成 發射器 好,那這邊呢 那我們稍微改一下它的這個數據好了 我們的這個秒數呢 我們就不動 粒子這個我們也不動 好,運動的裡面呢 因為呢 我們要跟隨第一顆粒子嘛 所以我們要讓第二層粒子都不要動 我們就讓它跟著跑就好 所以我們的這裡所有的運動 發射運動呢 我們都改成0 有沒有 它就會出現一條東西 好,那我們就要把它的生命週期改短嘛 然後速度改快 數量增加 它可能就會變成我們想要的效果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生命週期呢 我們改成1秒 然後羽化呢 我們改少一點點 讓它銳利一點看看 好,有點像了 但是數量好像size 跟我們的透明度有點問題 這邊呢 我就不改這個了 我改成這個斜坡型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主要原本跟它是一樣的 後面才慢慢的見銷不見 好,那這邊呢 我們的大小呢 我們稍微改一下 改成1看看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透明度 一樣 我們每條斜坡 好,看一下 好,有一點感覺了 但是好像也很奇怪 它的這個尾巴脫太長了 好,脫太長的話呢 我們就去找 比如說我們的 這個生命週期要再更短一點 好,這樣的感覺就蠻好的 好,那顏色有點不對 我們就幫它加一個顏色吧 Color 我們選成 這種類似燃燒的橘紅色 有沒有,透過第一層跟第二層 我們就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 OK,那如果你還要更豐富的話 你就可以繼續的一直加一直加 OK,我們就點同意 好,那做到這邊呢 我們大致上就完成了80% 70% 當然還有很多細項可以去做調整 OK,那 先把它愈合成起來 這個是火 好,在這個光音的效果呢 在Raygiant這個插件裡面 也有一個非常好用的 它就是 這個Option Glow 我們在搜尋欄外選 好,這個 在RG的VFX這個 影像後製的外掛的裡面 這個RG非常的棒 它可以很快速及時的 就幫我做好這個光音的效果 那Alpha Channel這邊比較需要注意 這個東西呢 是有時候我們在調這個的時候 你看 它的這個底層被我都擋住了 OK,那是因為我們的Alpha Channel 沒有去調整好 這邊呢 我們只要選擇到最後一個 Generate 選到這個呢 它就會自動幫我做這個Alpha Channel的調整 那讓 有顏色的地方出現 黑色的地方 它就會幫我做去調的動作 好,那我們就透過這個層級的疊加呢 我們做了三層的例子效果嘛 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去製作 就很快速可以完成了